腾哥 你先上吧 腾哥 好 哎呦 这站起来一下 用了一天的体力 沉重的步伐 心理压力非常大 配上你这个辫子 特别想去就义的 腾哥 来了 来了 给我闻 对着他的脸打 再试一下就知道 还是真晕假晕了 来 假晕 你看 腾哥 有人叫你回头 腾哥 就演得太浮夸了 怎么叫浮夸了 飘了 这个表演像三百亿的 飘了呢 咋的呢 演完了吗 睡会儿 腾哥 我们可懒得Q你起来 很臭 很臭 像什么样的臭味 泡烂的脚丫头 泡烂的脚丫头 下一个我吧 来吧 加油啊 贾玲 像我一样顶着往上上 上去吸一下 哥 我能做到 再来 再来 好 完成按我的教科书来的 哥 混了 哥 哥 妹啊 哥 妹啊 太想你的洗脚水了 哎呀 这真 哎呀 真臭啊 但你这个缓和得太快了 贾玲姐 肯定假的 真的这是 她没有 这不是哈 应该不是 花花 花花上 花花来了 啊 我觉得花花现在些许有些紧张 你在那儿唱歌 唱歌 唱那种高音 飘高音 花花 没想到在农历生日的这一天 还会遇上这样的事情 演一个最贪婪的音乐王子 是 冲上去 倒倒一声里的唱歌 记得我来 我 谁来告诉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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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啊 太太臭了 这个不像 对 我觉得不像 下一个谁 小宋 你就和我上 小宋 应该是小宋 他们经常把这个任务给小宋 来了啊 小宋 请接招 这也太假了吧 好像就是他 对 稳当了 太臭了 不错啊 不错 起码我俩系路的都是鸡鸡 小宋 是吧 感觉是 而且小宋那个的时候 哗哗在那边是这样子的 他感觉他没演 还有个顶梁柱没上呢 咱们那个王牌家族的演技派 小宋深吸一口 演给他们看 顶梁柱请接招 漂亮 小宋往左站一点 被击中了 被击中了 咋是一个流派的呢 好徒弟 太不容易了 好徒弟 太不容易了 回来吧 快回来 快回来 小宋什么味儿啊 是王牌家族的 是王牌家族内部让人心酸的味道 哎呦 哎呦 小牙舞了 这个回答你 想反抗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咱们认为其中他们最有嫌疑的人再来一下 贾琳姐没有 因为她 梁姐太浮夸了 梁姐那一看就是假的 我浮夸 我浮夸 同眼一遍 同眼一遍 我 妈呀 我浮夸 现在就非常浮夸 我想 论浮夸 您二位确实很难猜 因为你们不会安排这种苦活在自己身上 跟演不演是没啥关系 就一看是臭气的 那个弟弟妹妹 我们身体啊 我觉得按照那个那个就是他们这个 辈分来分 对先来后到 我觉得小宋的几率比较大 肯定被欺负了 对 应该让腾哥闻一下小宋的小子 哎 对了 好 離得近一些 对了 而且 距离不能超过一米 对吧 哥 完全这种贪婪的那种吸 不是 就跟 就跟平时是烤串一样 完全是贪婪的那种吸 就跟平时是烤串一样 我今天我就给诸位表演一把贪婪 哥 这种贪婪啊 一定要贪婪 好 就他了 就是他了 大家再来 更够 他一直在憋着气 不准憋气 憋死了 呼吸啊 对 我们过来 我们过来 我们过来这个场合 哥 但是 腾哥 他刚才肯定憋着气 他一直在憋着 你也不贪婪呢 灵魂这么置换了是吧 这时候身体安乐 是 我觉得是宋马轩的箱子里面是有问题的 因为腾哥闻完那会儿 前面是一直憋着气的 但最后他没气之后 开始呼吸之后 那点余味的时候 他突然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干藕 细节 细节 那个是不是他演的 他是发自内心的一个藕 就不往那个两位家长身上猜一猜 没有 你们这两位家长是绝对没有担当的 对 不往你们这猜的 最后由子怡综合大家的答案 给出最终确定的唯一人选 我选宋亚轩 我选宋亚轩 那我们选小宋吧 选小宋 确定了 就小宋了 你们派一个人出来进行验证 我是闻过了 子依姐你试试 不笑不笑 这也难得闻得到 那我去 平时家里也不会有这种味 我们一起吧好不好 好好好同意 对对对 试试啊试试 闻吧 闻吧 这只肯定没味儿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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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贾玲的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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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上阳副局组 所有人占一排 因为错的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错的太离谱了 这是一种惩罚吗 所有人占一排 大家 乔三 我想要集体往我这看 天呐 太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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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臭味道 你们能想象我刚才吸进去三个圈吗 这个味道 太臭了 太臭了 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 这个是个健康的气体 就是个整骨的玩具 它只是臭而已 但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很健康 我昨天吸了一晚上 抱着脚睡的呀 哥 来吧 这轮上阳副剧组要挑战的是 究竟谁是那个真正吃到了毒丸的人 我面前有个盘巧克力 其中一盘巧克力是芥末馅的 其他的巧克力是正常的 服下毒丸的那个人 他的手会控制不住地颤抖 好 我看出了一些敦泥 杨迪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就是很痛 那个好像演不了啊 抽啊 控制不了那个 那个控制不了 它是肌肉在抖是吧 故作轻松 郝依伟 他们面前有一套茶具 请大家把茶叶放一些到盖碗里 注意观察啊 注意观察啊 我这个是完全没有动的啊 杨迪你开了一百档吗 下一步倒一些水在盖碗里 能不能让人先把第一步做完 第一步还在做 第二步 焦火的 我非常想控制住我自己 我尽力了 真的我尽力了 我跟你们说啊 现在小宋拿Vivo X60在拍你们 六十倍的放大 你们每一个细微的小动作 会被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无论你们怎么抖 我们这儿非常稳 怡伟老师是最像的 对 怡伟老师 你可以兰花纸喝一下茶吗 你可以魏紫怡吗 这儿 妈呀 吗呀 她这个我觉得就是周一维啊 对啊 周一维抖得都虫影了 这不是人能抖到的吧 对 对 是 对 你挺 很快就好了 你自己来找他 你这确实有点剩的话 我给杨迪画一个好不好 可以 突然抖起来 好笑 我捏着 捏着 你别说还真乖巧了不说 乖巧 乔商哥可以也画一下吗 给谁画 给迪哥画一下 这么疼 就点个点就好了 剪军 我刀了 错了 错了 我觉得是 一维跟二姐婚 你俩互画一下 互画一下口红 你就是想挨个霍霍个遍呗 明红刚才一直哆嗦来 怎么呢 手没劲了 哎呀 哎呀 突然 哎呀 突然来了力气 哎呀 电池不够了 中间断电了 那还演他干啥呀 我 画上嘴唇还是下嘴唇 来 来 停 停 给自己画 停 给自己画 停 给自己画 画好一点 又不懂了 给自己画又没电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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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也是一种侮辱吧 画得还快好的 想起来了 我们可不可以关了这个 可以关了 可以关了 我觉得 伊伟老师吧 花花 我猜乔山哥 哦 我觉得那个 那个垫的那个东西 它 应该会让你的手 时不时地抽一下 你用过这个手 我用过 我投乔山和周一维 理由 乔山因为 就是纯演技出色 我们的演技 怎么了 浮夸 告诉你一个细节 二姐夫刚上来的时候 那一下那个动 如果是表演出来的 那个演得非常好 我给原红一票 但是我我还少少数服从多数 就是乔山 就不选选别人了吗 天安 乔山 我们定乔山 究竟是谁真的吃到了毒丸呢 来 王牌家族 过来验证一下 没有 乔山不是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袁宏 答案就是 乔山不是 肯定不是 袁宏 答案就是 袁宏 你看 腾哥 才退了 腾哥还是厉害啊 没人信他 老师 浮夸派的表演真的有用啊 我一下就捕捉到了 你 你感受一下 很抖吗 我也感受 黄华你去拿个水碗试试 端水 行不行 端水 能不能控制得住 可以吧 端水夫是 是控制住了吧 你现在嘴都不行了 就你不能放松自己 我看我看你倒水倒水倒水 所以杨丁你不夸张 对啊我这没问题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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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